各位朋友 尤其是《力报》的货志编辑 我们今天大家来沟通一个重要的概念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数位文本是多媒体跟互动 尤其是互动 可是问题是我怎么知道 这画面当中读者怎么知道哪个地方可以跟他互动 要一个暗示 像这个东西就是暗示 像这个东西就是暗示 可是通常像我们《力报》 我们会把这些暗示把它固定起来 让读者跟文本之间的互动的习惯 要养成不会乱掉 我觉得慢慢的这个世界会逐渐统一 统一有一些固定的互动的那个icon 就是这样 没关系 等到全世界统一了我们再跟着做 在还没有全世界统一之前 我们先建立我们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养成习惯 我们《力报》有几个重要的指标 像这种十字架的东西 它就不应该是滑进来的 而是click的 没有 应该是click的 我举例 我先看我们学姐的 学姐基本上她的 因为一开始 我开始很多东西是跟她处理的 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东西 哇 这个刚好没有 找一个 像这个东西有没有 像这样子 这个东西是滑鼠滑进去 滑进去滑出来会产生变化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滑进去滑出来会产生变化 像这个十字坐标的是点下去会有东西 点下去会有东西 这是我们目前《力报》所设定的两个 跟读者沟通的icon或者暗示 目前是有这两个其他的 像这个东西 像这样子的东西就不用了 它并没有滑进去 没有特别跑出东西来 只是它本身产生变动 这个就不必 因为这个坐久了 我想读者就会跟我们有默契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歪掉的东西最好 那歪掉的东西 滑鼠滑进最好能够变直 我们希望我们整个《力报》都有这个习惯 读者就会养成 一定要养成 读者跟我们互动跟沟通之间的习惯 像这个东西指的就是什么 滑鼠移进去会产生变化 所以这个icon就是滑鼠移进去会产生变化 基本上就会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逐渐的一定要把这样子的概念把它处理清楚 比方说像这个东西 像这个同学做的 像这个东西 这个应该滑鼠滑进去要产生变化 没有 这点下去才会产生变化 点下去的话就应该是那个十字坐标 那个十字坐标 没有 那个十字坐标的那个样子 懂我意思吗 像这个十字坐标指的就是什么 点下去 click点下去会有东西的 就会是这样子 然后或者像 我们来看这个 像这个 你看这个刚才讲 这个本来是应该点下去的 结果你把它变成是什么 你把它变成是滑进去的 这样跟读者的阅读习惯就会打下 搞一个媒体很重要的 媒体长久经营起来的阅读习惯 你不可能一下子变动变动的太厉害 因为我们不是艺术 我们不是搞艺术 艺术可以强烈的跟读者产生差异 差距 让读者有强烈的 你说反弹也好 你说反喜也好 但媒体不行 它只能渐进的 慢慢的 养成读者跟他之间沟通的习惯 就会是这样子 至少就你所要处理的面向而言 讲到这边也三分钟了 我们希望了解 我们再讲一遍 远远的是表示什么 可以click 可以click下去的就是远远的 远远的代表可以click的 就会是这样子 然后 像这个东西 像这样这个符号就表示什么 滑鼠滑进去 你们看到滑鼠滑进去会产生变化 这个是指click会产生变化 基本上click会产生变化 像这个没有 滑鼠一进来 一进来 就会是这样子 就会是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 还有学姐有几个东西 我想各位也可以渐渐去 去试着做看看 一下子看不到 就是呢 中间有一些东西 好像同学已经开始有做了 就是那个 可能中间有一些东西 像这个 没有 看滑鼠一过来 就产生变化 没有 哇一下子滑鼠一过来 就有好多变化 没有啊 滑鼠一过来就有好多变化 那就是 就是可以的啊 嗯 这 好啦先讲到这边了 四分多钟 好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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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